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這個包包 名字叫做精靈短玩TOPB 聽名字就知道 它的特點在手腕 如果你想知道有多特別 不要走開,我們一起做 你就知道了 好,那現在來講一下材料 又是,表布里布 各一份 Size 打橫是45cm 打直一份是46cm 底面一起連起來 一共是92cm 如果布沒那麼長 你就自己薄 薄的時候,記得加1cm紙口 可以在底部薄的 然後呢 看到這個里布 你看到這裡的箭嘴 我順帶提一提 如果做袋的話,你檢查一下你的布 如果有彈性的 有一邊有彈性的 最好不要用來做打直 因為你做打直 如果有彈的話 你塞了東西 拿的時候 就會一邊走一邊彈 那就不太好 所以你看到我的布 都會有一個箭嘴去提我自己 打直一點 我就想是沒有彈性的 接著呢 就到手腕 手腕 手腕就是表布里布各兩塊 這個呢 Size 就是27cm 打橫的 打凍是12cm 那個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那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首先呢 我們先拿一個表布出來 我們先把中間的手把位 這裡的總共是45cm 我們在22.5的中間位 點一下 然後呢 左右的4.5cm 就 按一下 做手把位 4.5 這裡 然後呢 4.5 這裡 兩邊都是這樣做 即是底面都要按一下 因為兩個手把 然後呢 就到這邊 在距離布邊的1cm 我們畫一條線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去車了這條線先 好 那剛才那個表布呢 車完一條線之後呢 我們就先放開它 那我們現在呢 來做手把啦 那手把呢 我這一個呢 是表布來的 這個是你布 那現在呢 我們把它面對面 那呢 就在距離布邊 1cm 我們做一個 個記號 畫一條記號先 這邊也是 好 那呢 固定好它 然後呢 就拿去車 車這兩條線 那兩條手把都是這樣做 那我們先車了 再繼續說 那車完的樣子呢 就是這樣了 那跟著呢 我就會呢 烤開兩邊的縫份 它 我會這樣啦 那這樣 烤完之後呢 我就要把它反回正面了 烤完之後了 那我就會壓線 那我就會壓這裏 那距離布邊 1-2mm 這裏 壓一條線 這裏也是 那兩條手把呢 都是這樣做 那呢 壓完線呢 那個樣子就是這樣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氣浴了 大家小心點聽 整個袋呢 的highlight 都在這裏了 那現在下來呢 我們呢 就要記好幾個位的 那首先 我們呢 就在 左右1cm呢 我們都做個記號 好了 那上面這裏了 在4cm呢 我們呢 都畫個記號 4cm這裏呢 有畫個記號 那這裏1和4呢 我們這裏 用一條斜線 連起它 這裏都一樣 那跟著呢 我們就把這個手把 對摺 那總長度呢 就是27cm嘛 那在分中這個位 13.5cm呢 我們做個記號 跟著左右兩邊的3.5呢 我們呢 都做個記號 那好了 現在呢 去旁邊了 它總高度呢 就5cm 那在3分1的位呢 就是這條線 1.7這裡 那車之前呢 我們就畫一條線 做個記號 我們一陣間呢 就會拿去E車 車這條線 那車出來的條線呢 總長度就是7cm 應該清楚啦 如果不行 看多一次啦 就會OK的啦 那車完的樣子呢 就是這樣啦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就要抄回這條線呢 將它Extension 它 這樣啦 那跟著下一步呢 我們將它 這樣子的嘛 剛才這樣 車好了嘛 我們將它這樣 這樣站在那裡 然後將它呢 扭扁它 這樣 這樣 好嗎 那我們現在呢 就拿去車 怎樣車呢 車這裡 打橫這裡 先吧 跟著在這裡 紋紋1-2cm 這樣按了它 然後呢 車這裡 跟著呢 車這裡 就是車一個四方形 一個方形 那我們車完回來再說 那車完的樣子呢 就是這樣啦 那這個框呢 就在這裏 那這部份呢 就是7cm的 下一步呢 那我們就將這個手把呢 摺起來 那在這裏 好向邊這裏 按一行 一行線 令到它呢 這樣黏起來 按哪裏呢 由這裏開始 又是7cm那裏 這裏開始按 按到這裏 按到這裏 即是只是車這部份 那前後這些呢 頭尾這些呢 是不車的 只是車這部份 OK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比較厚的 那車的時候呢 又是要慢一點 和小心一點 就確定你的 E車OK 符合到 好了 最後條線呢 都車完啦 那就是這裏了 那完成呢 那樣子就是這樣了 好可愛呀 整個煲胎 然後呢 這裏呢 那裏呢 那裏呢 就是這樣 那裏呢 做好那個把手了 那現在呢 又要拿回那個表布出來啦 那那剛才我們在表布上 呢 錄了這個位的嘛 那把手位 即是每邊4.5的 那我們在這裏呢 這個位呢 我們剪個卡 這裏也是剪個卡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先揭開它 我們現在上把手了 那把手呢 就上在那個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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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畫了這條斜線的嘛 那裏呢 這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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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準這個卡丁 對準它 固定它 接著這裡有1cm這個位置 1cm這個位置我們就拉近 這裡是斜線的 拉近 接著接著 來到這裡 也固定它 這樣我們就去 斜在這裡 這邊也是這樣固定 我再說一次 這個白色這條線 整條線固定的時候 是靠著表布的布邊這樣走的 這樣 很清楚容易的 總之這條線靠在這條布邊 固定它 接著拿去斜 斜在這裡 這條線都不要緊的 現在稍微固定它 待會封袋口的時候 會再斜多一個1cm 現在這條線就是稍作固定 另外這個把手 就上在這個位置 同樣固定 接著我們就斜了它 斜完回來我們再說 上完提把的樣子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可愛呀 真的有點不同的 它這樣拿著 這裡還很硬 好 接著我們就要拿出鯉布 在鯉布邊1cm的位置 我們畫一條直線 現在我們拿去衣車 車了它 車完之後 一會兒我們就會跟表布結合 這樣就差不多做完 車完的邊的樣子就是這樣 順手把縫份燙開它 我們現在要跟表布結合 這樣就拿個表布出來 這裡剛才我們扯了 也都是順手把縫份燙開它 這樣我們揭開表布 里布我們都揭開它 我們現在要面對面 結合縫好它 將這裡的中間 拿起 中間位 燙開了縫份 這邊也是 中間位 燙開了縫份 一直這樣固定它 一直這樣固定 那個手把呢 向裏面 不要反出來 這個手把 由它逗留在裏面 就可以了 這個固定好了 這邊呢 也是這樣 這樣固定了 固定好之後 拿去車 距離布邊1cm 距離布邊1cm 這樣車一條大直線 那車完之後呢 我們再說 要車得漂亮呢 就要由中間這裏開始 由中間開始 向這邊車 這邊由中間開始 向那邊車 這邊由中間開始 向那邊車 那車完呢 那袋口呢 就是這樣 來看一下 那車好 那車好 那下一步呢 就到袋子的旁邊了 那這裏 距離布邊1cm 縫了它 到這裏 那這裏呢 距離布邊1cm 也是縫了它 那這裏最緊要了 留8-10cm的反口位 一會兒要反出來的 那車這個袋呢 其實呢 袋子身呢 是很容易的 那基本上呢 都是一個普通的袋 那但它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在把手那裏 那裏 它的把手呢 真的很有趣 很活潰 我自己呢 就真的很喜歡啦 那學會了這個把手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呢 放在很多不同的袋裏面 那都可以呢 做出很多不同的變化 很好玩的呀 那好啦 那這兩邊呢 都車好了 那底這裏呢 也都車好了 那現在呢 就做了那個厚度 那個角位 那這個怎樣做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有條對角線 就是底部的摺線的 那這個拉起它 將這個摺線呢 和旁邊這條線呢 對齊 對齊之後呢 那我們呢 就固定它 那這樣看 是不是對啦 那這樣對啦 對呢 就放下它這裏 那我們這次的厚度呢 是做12cm的 那中間呢 綠呢 就要放在中間這條線 那這個畫一條線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是直角來的 那呢 就拿去 這裏呢 這裏呢 那兩個面部的角這樣做啦 兩個裏部的角呢 都是這樣做 就是做四個角 那這裏呢 那我現在呢 就會剪走多餘的縫份 那接著呢 就可以翻了 OK 那現在呢 可以翻了 那現在呢 可以翻了 那這裏呢 啊 記得 很漂亮 這個手掌呢 很有趣 那我就覺得它呢 又漂亮啦 又活潑啦 又小見喔 另外呢 它很紮實的 還很好握 那放重東西呢 都OK 那做好了 那現在呢 如果你喜歡的呢 你可以在這裏 壓一條線 那或者你現在呢 已經覺得很累了 你好想拿出街去用 那你不壓線呢 都OK的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都算有個大膽的嘗試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我覺得這裏呢 那我就很大膽的 用了這個紅色 那咦 襯出來呢 又多OK 多和風啊 那我都多喜歡 多開心啊 那今天呢 就玩到這裏啦 那下次再和你做其他的手作 如果你有什麼想做的話呢 那你留言告訴我啦 拜拜 哇 好漂亮啊 如果呢 這個手柄呢 用了這個呢 那就很普通了 好像呢 軟體呢 真的很普通的那些 那現在呢 嗯 這裏呢 碰碰的 我決定都不壓線了 如果壓了呢 就太死實了 我就是這樣用啦 記得就是這樣畫啦 記得就是這樣畫啦